好,我们来看看甘肃省兰州市最近的天气情况 在9月22日傍晚,就是今天傍晚 兰州市出现了强对流天气 多地发生了暴雨 暴雨过后有些路段洪水就爆发了 现在看到洪水汹涌 把有些小气息给冲走了 在9月22日傍晚,兰州出现了强对流天气 多地出现了黑云压城 电闪雷林 大风以及短时的强降水天气 有些地方还下了冰雹 在9月22日 16时36分 兰州市气象台就发布了雷电黄色疫情信号 目前在兰州市有强回波主要的位移 远登西北部和洪湖西部 预计6个小时内 兰州城市大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雨 伴随大风 在18点36分 兰州市场地区将会发布了雷电黄色疫情信号 下冰雷的可能性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下暴雨过后呢 多个路段的这个现在开始出现这个积雪了 所以这个暴雨越线越大 各个路段的这个积雪可能会越来越深 越来越多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 一到暴雨天去 门水爆发的时候呢 大家呢最好是呆在室内不要外出 如果你要开车外出的话 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注意有些路段如果积雪太多的话 就不要冒然的涉水而行 一定要注意安全 有些地段积雪太多或者洪水发生的时候 就比较危险 尽量不要呆在这个河边或者地湾的地段 遇到洪水的时候呢 一定要尽快转移到高处暗沉的位置 好,现在看到蓝珠是城市呢 这个暴雨还在持续的下 还在继续下 现在多个路段呢 这个积雪是开始越来越多了 好,现在看到这边也是狂风暴雨 现在雨还在一直的下 那这边的雨也是越下越大了 还伴随着这个菱形的这个冰薄 有些地区呢就开始下冰薄 你看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细细小小的像珍珠粒一样大小的这个冰薄就下下来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天气呢 在蓝珠呢是出现了这个比较极端的强队的天气 往往这个强队的天气呢都会伴随这个狂风暴雨或者冰薄的发生 好,现在看到这个椅是越现越大了 哇,这边是下冰薄了 看到没有 那地上密密麻麻的这个白色的小小珍珠粒一样的冰薄 到处都是 现在椅是越现越大了 然后路上的这个车辆在缓慢中前行 有些路段积蓄比较多的就造成这个交通的阻塞 然后然后蓝珠的某个大学的校门口 这边的这个在下雨之后呢也是导致很多学生呢 现在就是贸易强行 现在看到这边的路段的积蓄还是非常的多 随着这个仪式越来越大了 这个蓝珠市区多个路段的这个积蓄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一到积蓄多的地方农水爆发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尽量不要待在这个低洼地段或者河边的位置 尽量往高处走 你射水而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暴雨的时候呢尽量躲在室内比较安全的地方 现在看到这个程序的乙痕在一直的下 乙是越下越大了 从傍晚开始下雨到现在晚上的现在乙是越来越大了 然后现在看到多个路段呢 这个积蓄是越开始越来越多了 随着这个一直下这个积蓄就越来越多了 在暴雨过后呢 多个路段出现积蓄 所以这个车辆跟行人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今天呢还有这些地方呢出现这个冰雹暴雨的天气 现在看到这个马路上呢是积蓄成河 车辆呢是涉水而行 有些部分的路段呢 有小汽车被水泡了就是在路中抛锚的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一下 遇到积蓄特别深的地方呢 不要冒人的涉水而行 以免这个在半路中抛锚 按甘肃省长年的这个天气来看 本来进入九月下水呢 甘肃呢这个地域这个主性期呢是去结束的 而今天这样短时的这个爆发强降水 是说明这个是有比较强的几段天气 甘肃省今年六月份到九月份 降水量呢是1961年来历史同期是最多的 说明今年的这个在甘肃省的这个降雨量还是蛮多的 满洲式气象期呢在今天九月二十二日十八时四十二分 就发布了这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信号 就是一级呢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呢 一级未来十二个小时内 南洲式当地区呢这个降雨量比较大 有比较高的这个地质灾害气象的这个风险 所以请大家呢要多多注意防范 强降带来的这个酸体滑波啊 泥石流啊或者这个有些路段的这个塌陷啊 等等这个低至灾害 所以遇到这个暴雨洪水发生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注意防范 注意安全 现在看到这个暴雨 还是一直得下降 多面的景色是越来越多了 还伴随着这个一阵一阵的这个狂风 今天呢这个短时的强对流天气还是非常的强烈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路段呢这个积蓄是比较多的 整个这个蓝桌式的这个城市呢好像就像变成黄河一样 洪水泛滥的时候这整个这个河流啊都是变成黄河的 在没有洪水泛滥的时候呢这个黄河的河水是比较清澈的 但是洪水患难的时候呢特别是大暴雨过后呢整个黄河的这个 河水的颜色就是变成黄黄颜色的 是整整的黄河 而且暴雨过后呢这个洪水 河水这个水位也是猛涨 水流非常的传奇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洪水爆发呢之后呢有些路段呢 小汽车都泡在水里被这个洪水给冲走 然后多个路段的这个积蓄也还是非常的多 有些小汽车呢就在积蓄中泡沫了 那当地的这个救援员呢就拍这个拖车把有一些抛马的汽车给拖走 多个路段的这个积蓄呢还导致这个交通的阻塞 当地的交警呢还正在这个交通的疏散 把一些抛马的车子给拖走 所以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 遇到暴雨洪水发灯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安全 开车的时候不要盲目的涉水而行 再不要随处停在这个低外的地段 一定要尽快转移到高处安全的位置 你要像一个多个路段那个积蓄非常严重 这公交车也是涉水而行 公交车都进水了 所以有些地段呢这个积蓄非常严重的地方 要特别注意 特别小心 所以开车外出遇到洪水爆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如果你遇到这个车子被洪水泡了之后呢 这个人员呢用来尽快吃离 所以不要呆在这个城内了 一定要注意安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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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